故障猫空缆车一岁了 台北捷运公司为了庆祝营运量 突破了500万人次 晚上特别举办了演唱会 邀请了知名歌手 像陈生 古居姬 以及星光邦的成员都上台表演了 现场气氛害到了不行 猫空缆车营运一周年 突破500万人次 台北捷运公司特别邀请了 许多知名歌手现场 首先登场的就是好久不见的 港星古剧姬 一开始就带来最新的主打歌曲 《情歌王》 让大家情歌一次听个够 而这次监控司很难得 将一年才举办一次 跨年演唱会的陈生都给找来 果然在陈生的扭腰百团 汗流浃背的带动下 现场进入了最高潮 而紧接着星光班的成员也登场了 首先登场的是星光二班的八家将 赖米伟 带来了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现场在蓝色投射灯的照耀下 大家是听得如痴如醉 还有最擅长 活动除了有歌手接力表演之外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许多抽奖赠品 甚至还有场上准备了百万名车 珠宝MP3 让民众有看还有机会夺得大奖